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红烧牛尾 首先我们准备新鲜的牛尾一根 从中间剁开将牛脊椎和牛尾分开 然后将其剁成大小均匀的小块备用 同学们切记 脊椎的骨头比较硬 最好让热心的摊煮来处理 带脊骨的牛尾相较于牛肉更便宜 然后将剁好的牛尾放入盆中加入清水清洗几遍 这样可以去除一部分的血水 清洗干净之后捞出沥干水分备用 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 准备胡萝卜几根切掉头尾之后去皮 然后将萝卜切成滚刀块备用 准备生姜一小块切成姜片备用 准备大葱两根切成葱段备用 准备几颗泡发好的香菇对半切开备用 没有香菇的同学也可以用泡发好的干水代替 下一步开始准备香料 碗中加入八角三颗 加入和八角等量的三奈 加入几片香叶 加入青花椒三克 加入适量的福建辣椒王 最后加入30克山楂干 下一步开始制作 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将处理好的牛尾下锅焯水5分钟 同学们切记 焯水的时间以水开计算为准 中途加入适量的黄酒 没有黄酒的同学也可以用料酒或者白酒代替 水开之后再撇去浮沫 焯水5分钟之后捞出沥干水分 然后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底油200克 油温四成热之后加入准备好的姜葱 辣椒和香料炒香 同学们注意 这一步宁可小火多炒3分钟 不可大火抢1秒 否则香料很容易炒糊产生苦味 料头炒香之后加入超好水的牛尾 然后用锅铲均匀的将其翻炒2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把多余的水分炒干 将牛尾收紧 中途的时候加入适量的老抽转小火翻炒至上色 炒好色之后加入生抽酱油从锅边淋入 再加入适量的黄酒从锅边淋入 再转中火将牛尾爆炒几下 然后加入能够没过牛尾的清水开大火烧开 中途加入略带甜味的嫩糖色150克 这一步的目的是融合香料和辣椒的味道 同样再烧开之后需要再撇去浮沫 然后转小火盖上锅盖烧90分钟 烧至60分钟的时候揭开锅盖 剪出料头再加入切好的香菇和萝卜 在小火烧25分钟 烧至85分钟的时候开始调味 锅中加入食用盐2勺 加入鸡精1勺 加入白糖1勺 调好味之后开中小火收汁5分钟 5分钟之后加入适量的芹菜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口感软糯且美味的红烧牛尾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技术总结 第一 牛尾的部位比较特殊 如在市场购买则需要提前预定 第二 牛尾剁好之后切记需要多清洗几遍 或者提前浸泡一小时 这样可以更好地去除血水减少腥味 第三 辣椒最好添加整个的福建辣椒王 死辣椒皮厚比较耐住 不能吃辣的同学也可以忽略 第四 加入山椒的目的是解除牛尾少许的油腻 不喜欢微酸的同学也可以忽略 下面开始成品展示 关注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 专下